朱莉晶今天是 我們稱之為歡迎妳來我們現場 謝謝瓜哥 對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現場 然後也很高興可以再次跟羅平合作 對 好久沒有跟羅平合作 還有老師們都很久沒見了 是 王志平老師 林隆璇老師 對 我們以前都一起錄影的 鍾明老師也有跟我們一起 對 鍾明老師也有 是 那這樣我們就首先先請薛鍾明來做講評 薛老師請 OK 莉晶歡迎來 我覺得今天這個 這個合作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就是考驗兩個人的默契 剛開始羅平真的還真的有點緊張 但是羅平今天這個聲音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妳今天的顆粒度蠻穩定的 以往我聽妳唱歌都 我之前有講妳唱歌比較 好像在游來游去 可是今天妳這個拍子跟穩定度就非常好 這是蠻不錯的地方 然後前面我覺得 麗靜其實有幫了她很多的忙 其實女生這個真的這個穿插進來 可見了欲翔則翔這個 這個詞話真的是不佳 好 朱碧晶有幫她加了很多的很多的分 尤其在第二遍 有些地方 朱碧晶還加了一點和聲在裡面 讓這個音樂更有豐富性 這個歌一聽起來到後面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穩定 而且後面的特色就開始出來了 其實我還滿喜歡今天的羅平今天在這個聲音的表現上面 已經完全有讓我很驚訝的感覺 如果你以後唱歌都可以有這樣的感覺的話 加油 這個舞台很可能就會是妳的囉 剛開始真的是蠻緊張的 因為之前有跟Ru進合唱過 然後大概隔了五年了 很久了 所以兩個這麼多年都沒有產生什麼火花嗎 瓜哥你在放很詩問的嗎 我們有發言過就是情侶的廣告 對 但是很顯然我不是她的菜啦 這個問題是 她是妳的菜嗎 最重要的 我也還好 怎麼這樣子 沒有啦 接下來我們請王持平老師請 聽完羅平跟朱麗靜的表演 我要說朱麗靜真的是幫到忙了 我覺得就是妳在穿插鋪陳或是Ling Vocal 或是合音的地方 我覺得妳都做得非常地非常到位 羅平我覺得今天唱歌妳也進步了 其實我覺得妳的聲線跟妳的節奏感 其實都沒問題 我覺得妳現在缺乏就是細節的東西 那這細節的東西 妳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去努力 好好的琢磨一下 我覺得這些東西妳現在是比較缺乏的 好的 謝謝所有評審老師 今天站在這個舞台呢 希望大家都有點收穫了 接下來我們看看前面的分數是88.6 是樓心潼 芳欣的是89.2 現在羅平跟朱麗靜這組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看一下羅平跟到底可以得到幾分 90 90就一直交一 92 5分才高的分數 92點多少 4 5 6 恭喜我的92.6分的高分 哇 這樓心潼因為 跟前進就本來就沒有那麼好嘛 對不對 不是啦 像好朋友 只是在歌唱這方面可能比較少練習 不過我們站在妳這邊沒關係 來 那黃牌貼我沒關係 沒有 但是瓜哥 我們要很遺憾的宣布 因為樓樓已經累積到兩張黃牌 是喔 對 那對前進就來講 你讓他講講話吧 來 好 黃牌給我 沒有 你也很努力了 對啊 不然大家變成來這個舞台上本來是幫朋友 就把自己好像弄得責任 沒有沒有沒有 開心 大家看秀一樣 還是很喜歡你們帶來的表演 對 我們觀眾還是要給前進就鼓勵一下 不然呢 這麼難得的好朋友來 結果沒有表現好 不要難過 來 該記還是記上一點好了好不好 回去好好再練 將來有機會了 對 是 那方欣跟德欣 德欣今天也沒講到話了 德欣 我覺得這也算是原來我們當初 年輕時候的一個夢想 因為 我們曾經有一個經紀人 然後就說 想幫我們兩個出一張EP這樣子 那雖然後來沒有實現 然後今天可以在這個舞台 也算是實現當年的夢想這樣 對啊 是 沒有啦 你們都表現了 因為畢竟你們都在演戲嘛 那其實錢運動最委屈啦 小錢 今天沒有說什麼人 贏多少錢 不然又吃一頓飯了 又不是說有牽到樓樓的手對不對 沒有啦 瓜哥 其實小錢真的... 有牽到 要牽一下 小錢真的很看重這一次的表演 他真的很用心的 想要為樓樓加分 這用心大家都看得到的 是 只是沒辦法 哪有碰到一個羅平 還跟這些朱莉菁交朋友 你說這種真的... 我只有他一個朋友 對 非戰之罪啦 對 我們掌聲再給他們鼓勵一下好不好 謝謝 謝謝 那觀眾朋友投給我們羅平 從這個票箱裡面 我們抽出一位幸運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這位幸運兒得到三千元獎金 是 好 重點呢 你們難過歸難過 最難過的應該是王建復啦 因為接下來王建復要挑戰那個92.6 那麼高的分數 其實壓力應該很大 做了七個禮拜的冠軍 突然來一個朱莉菁他要找誰呢 對 還有誰能夠襯托讓他贏得這個衛冕呢 有準備嗎 有 有準備 白佳琪啊 那你不用看啊 蛤 不是 我先問你今天92點多 人92.6你有沒信心啊 老實說呢 我真的不曉得 對 但是我希望今天的表演是 把持著一個表演的心態 希望所有的評審老師 觀眾朋友們 能夠被我們的歌聲 被我們的態度打動 這是一個態度非常重要 誠懇的心 我真是再次謝謝德欣 跟謝謝錢鈞仲 不要難過 人生嚇死我們再來討回來 對不對 我們再也不要跟不會唱歌的當朋友 沒有 我們這個舞台 隨時都歡迎你們來挑戰好不好 開玩笑 開玩笑 謝謝你們辛苦了 謝謝德欣 錢鈞仲 謝謝 謝謝大家 來 朱莉菁也謝謝你了